大家好,我是財務部 今天和大家來到旺角 待會和家人去吃火鍋 剛剛穿過衛信 走前一點這座建築 百保利商業中心 先吃東西 現在先上樓上吃東西 我們今天吃這間 丁丁烤活魚 我們現在坐升降機上五樓 一出升降機看到這間丁丁烤活魚 現在先進去 好了,坐下了 我們今天這個放題是包了前菜 前菜有小饅頭 蒜鉢青瓜 和鹽酥雞 刺身跟兩人份量 有八爪魚 三文魚 赤貝 帶子 和油甘魚 就這樣看,顏色也不錯 現在和大家試一下 先試了饅頭 我先試一下刺身 試一下三文魚 白青瓜 最喜歡吃的 我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白青瓜 我先試一下 最喜歡吃這個 這個手拍青瓜很棒 蒜蓉辣椒味也挺出色 青瓜也很爽 咬下去 嘗一下 先試鹽酥雞 哇,這個很邪惡 這個 這個鹽酥雞 也很香脆 皮很薄 裡面的肉質也挺滑 這個鹹味 鹽酥味也做得挺好 這個也不錯 待會先試刺身 這個白爪魚也挺大片 顏色也挺新鮮 挺白 這個白爪魚 咬下去也挺煙 讓我試一下 三文魚 三文魚 看起來也挺厚 而且這裡的刺身也挺大 哇,這個三文魚 很肥味 咬下去的質感挺好吃 先試這個尺背 這個尺背的顏色也挺漂亮 而且它也挺大片 不是那些很小塊的那些 先試這個帶子 這個帶子也挺大顆的 哇,這個帶子很厚 很大塊 先試這個油甘魚 我覺得它油甘魚和三文魚 特別出色 適合我 我喜歡吃刺身的朋友 咀點豉油和芥末 哇,這麼快就清掉刺身了 它這間刺身的質素也挺好 不輸是那些放題 好了,我們吃完前菜刺身 剛剛還下單 要了一個麻辣烤魚BB辣 現在等一會 我們選了那個麻辣烤魚BB辣 都來了 它這個烤魚是用鉗魚 而且它說這裡的魚是真正燒出來 不是炸魚 它上面還有很多我喜歡吃的芫荽 還有一些豆泊 蘿蔔 豬皮 咦,還有一些芽菜 好像很棒 旁邊還有一些花生 哇,等它多滾一會 就好吃了 這裡店員推介這個 新鮮白香水果茶 我選了綠茶底 我看到它有些吉仔 紅肉的火龍果 好像有些西瓜 還有其他水果 聞到也很清爽 試試 哇,這個加18元也挺划算 完全一點都不甜 純粹是水果茶和綠茶的味道 這個很棒 值得喝 我不會吃魚的 這個魚鮮很肥美 留給你吃 好啊 這些魚背上的位置就適合我了 沒有骨 就這樣看也挺滑 嗯,不錯啊 也很肥美 這個魚超級滑 魚味也很出 不會因為麻辣味被蓋了 這個很好吃 這間的鮑魚真的很好吃 跟外面的炸魚 真的有那股香味 還有那個 麻辣的味道也真的很好吃 快點吃吧,爸爸 謝謝 雖然我不是吃得很辣 這個BB辣我也會吃到的 它還有一些窩筍 青瓜 豆腹 芽菜 那麼多菜類呢 感覺好像平衡 哇,這塊魚 留給我了 很棒 這條魚的份量也挺多 吃完又吃,吃完又吃都還有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餐,原先是$338 包前菜,刺身,還有雞煲 我們不吃雞煲就加了$58 就要了這個烤魚 如果你吃完一條魚不夠 你可以再加多$58 要第二條的 不過吃完一條已經超級飽了 它這個烤魚的質素真的很好 有麻的味,有辣的味 味道我也吃到 雖然有少少辣,但也不錯 最重要的這杯白香果茶 可以解到辣 這個很好油,一點都不貼 很多水果的味道 好了,現在在做什麼呢 製作火鍋豉油 哇 胡椒豉油 很濃厚的味道 加點豉油 那個好像很厲害 哎呀,我剛才以為 烤魚就這樣加湯底 打火鍋,原來不是的 原來自己自選兩副湯底 然後就打火鍋 這個餐還包了海鮮拼盆 有這個很大隻的,應該是虎蝦吧 另外還有山蠔 哇,鮑魚也挺漂亮的 洗得很乾淨 另外這個日本元貝呢 帶過我的手掌 看一下 然後還有很長的聖子王 哇,這個很誇張啊 用來打卡都一流 另外湯底就選了一個不辣的松茸湯底 另外一個就是麻辣湯底 哇,好香啊 不過呢,我不太能吃辣 松茸湯底就適合我了 那趁海鮮呢,新鮮 我先下了這個 日本的元貝先 這個也很厚肉 哇,這個很重啊 那我不吃辣 我吃我這個松茸湯底 哇,好邪惡啊 日本的元貝 那趁海鮮新鮮呢 我都會錄一隻蠔先 因為我那個元貝應該要一些時間去錄的 哇 海鮮也好像很棒 那我那隻蠔都可以吃了 要不然會縮水了 那些蠔呢 錄完之後也挺大隻 而且也很雪飽啊 這個蠔也挺新鮮 那這個元貝的殼呢 根本就放不到在我的碗裡 唯有放在碟裡 哇,你看錄完之後熱辣辣 多大顆啊 很厚肉啊 哇 哇,這個日本的元貝呢 是 帶過一隻匙巾啊 點一點點,嘗嘗嘗 點完辣椒、豉油呢 這個元貝的鮮味也是很出啊 超新鮮啊 好啦,那我也嘗嘗鮑魚 鮑魚的尺寸也挺大隻 哇,鮮魚是很大隻 哇,鮮魚的鮮魚很大隻 哇,鮮魚的鮮魚很大隻 很大隻 魚很大隻 鮮魚很大隻 都錄了 還有,還要回家放狗啊 我寶寶應該都會掛著我 放上蝦 放上蝦 一次過煮熟 這個湯底的菇味還蠻出的 這個麻辣湯底不舒適 這個麻辣湯底好像蠻辣 這隻聖子王熟了 你看 好長 好 蘸些豉油先吃 還有這裡的海鮮真的洗得很乾淨 那個聖子王很新鮮 很爽口 超香的 好吃 海蝦超大 看到旁邊的桌子有鵝腸 拍一拍 打火鍋我們加了豚肉 沙滑 還有一些蔬菜 蔬菜的樣子都挺漂亮 適合我吃的 另外還有這個鴨血 我也很喜歡吃 這個鮑魚也吃得好 鮑魚超新鮮 好鮮味 還好爽口 這個也很好吃 蝦撕完那個殼 殼沒有切蝦肉 它很新鮮 我都放些豚肉進去鍋裡 都不敢吃太多 沒人量快夠了 因為都很飽 這個豚肉也錄起了 好爽口 點一點點這個辣椒豉油 鴨血呢 可以吃完辣味 現在放進去一鍋熟 剛剛拿著蝦碗 蝦碗也很新鮮 很膠 手打軟很棒 再加點蔬菜 趕著回去放狗 你拍不拍一下蔬菜 我先拍一下 麻辣鴨血很棒 麻辣鴨血雖然有點辣 但很棒 很棒 這個蝦碗熱辣 再加點蔬菜 吃完要快點回家 吃完蝦碗就 大公告成收檔了 蝦碗呢 它新鮮手打 好彈 這裡還包雪糕 我們兩個人打算選擇兩杯蒜 因為都很飽 你選擇什麼味道 選擇什麼味道 我要蜜瓜鴨 那我要芒果 試一下芒果味 這個是大阪牛乳 手工雪糕 很難選擇了蜜瓜味 綠色多漂亮 我都不得來試一下 我都不得來試一下 咦 它這個雪糕都蠻酸的 嘩 它這個蜜瓜味很香 不甜 而且很滑 這個給它一個讚 很棒 這個芒果味都蠻香 不過呢 如果 跟蜜瓜味來比 蜜瓜味的味道 比較脆一點 而且好吃一點 吃完了 這個餐原價338 有一托價298 價錢也挺划算 裡面包了前菜 有刺身 然後海鮮拼盤 還有烤魚 那 質素都蠻高 那 加上所有東西之後 就761元的 那 今天分享著這麼多 臨小之前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